所以不知道要付錢人家去破壞小朋友的發展 作為一個兒童精神科醫生 這是公眾教育的部分 大家家長會想想 兩歲至五歲是怎樣發展 兩歲至五歲的圈子就大了 有朋友圈子 學校圈子 家庭多數都在學校 在這個階段的小朋友 其實你要看什麼 看看他們能不能分享 分享很多東西 跟你說媽媽那裡很有趣 就分享一下 這些東西很好玩 不用你和我玩 分享一下學生活 分享他做了什麼 例如媽媽說 看看我的畫得多漂亮 然後除了分享之外 他也要一些情緒支援 例如他弄傷、跌傷 媽媽病很辛苦 或者我跌傷 他可能要嗲一下你 讓你舒緩一下他 讓你疼一下他 讓他心理上有一個好的感覺 一個滿足的感覺 舒緩了自己的不安情緒 其實到五歲 四、五歲 他自然地就發展了同理心 怎樣叫自然地發展同理心 因為那個腦子在發展 自然地發展 那個Social emotional part 發展在同理心 那同理心是怎樣的呢 那同理心就是 譬如媽媽說 跟小朋友分享一句 要的 那是很好的孩子 跟小朋友分享一句 別人不能玩 這樣 他肯跟別人分享 最初還未到四、五歲 其實因為媽媽叫 媽媽要聽媽媽玩 我去分享 媽媽又說讚好花 要分享 到四、五歲 他開始有同理心的時候 他就明白別人不能玩 很慘 好像我不能玩那麼慘 那同理心其實自然地發展 如果你正常地跟小朋友 那他就開始為同理心 懂得分享 就不是因為阿爸叫我 那就是說 其實如果有些EQ班 如果你的小朋友正常地發展 需要嗎? 如果你要教得朋友 需要嗎? 分享 早點一、兩、三、三、三、 教導他分享 哦!會輸分享 要分享 記得分享 到同理心的時候 他會分享 媽媽說很慘 他會跟我說 你看到他有個情緒反應 那我們要同理心 那其實呢 我們又不用特意 去EQ彎 如果你和E傅彎是好 他正常地發展得好 他的同理心又能發展得到 這樣的話 其實可以 好了 學童期是怎樣呢? 學童期呢 其實他要開始 了解自己多點情緒 比如我剛剛又緊張 我擔心 我不是很開心 我怎樣 這些基本的情緒 其實他懂得去認 以及懂得去表達出來 告訴你 我明天考試派卷有點害怕 媽媽有點緊張 他會說到他的情緒 即他提供到的情緒 他會說到你 他認到這個情緒是什麼 其實呢 他也學到去處理自己的情緒 如果他不開心 他可能會走來抵你 抱抱你 媽媽這樣說 跟他說兩句 他多或少都懂得少少 還有呢 因為有些情緒 有些事發生 其實他也是開始做 部分梳定解決問題 這個六至十二歲的家園 其實都頗重要 因為那個圈子闊了很多 情緒複雜了很多不同的 情緒不是基本的 或是complex 什麼叫意外 什麼叫尷尬 什麼叫尷尬 什麼叫什麼 可能你會說一下 舒緩程序 多一些不同的方法 也不可能學到好的方法 或者學到一些不太好的方法 解決問題 正確也是 那麼呢 到大天 其實小朋友 你看到他的性格 對不對 我想問在座做父母 就是你覺得那些性格 那些小朋友是否一樣 可以教到他出來的 還是很天生的 如果你的兩個小朋友 都是你教出來 都是你生不出來 那兩個的性格是否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關你教得不好 會關你教的事 還是天生根數多一點 如果你一男的女的都是女的 其實性格都挺天生的 還有 後天我們可以摸他 即是可以改變 但是呢 是可以改變到 但不是真的很多 都可以改變到 如果性格 我們說一些Temperate 這些性格 如果小朋友比較容易看到 可能你看到 就是我們叫內顯性為外顯性 如果內顯性 通常他會比較靜大些 緊張些 擔心些 可能也有少許原味主義 比較固執那類 亦都有些叫外顯性 即是說他比較固約 開心 成人笑 但又可能 比較沒所謂 easy going 脫頭脫雞 沒所謂 有些人用男女來分 其實都不是一定的 亦都有些在中間 即是 不一定 在兩個我們說的 普遍裡面那麼極端 只不過我極端化了 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要了解一個小朋友的性格 因為現在開始出國 小學階段 有可能會看到性格 還有性格 其實情緒發展在這裏 他們會有些害怕 有些擔心 我剛才說了 兩歲 小到兩歲 有些分離焦慮 害怕 陌生人 害怕一些不亂的事情 其實每一個發展的階段 都有一些正常他們害怕的事情 在那個階段 如果你看到小朋友害怕 你不用擔心 去訓練一下 見一下誰 就好了 不是 有些階段性 有些事情 是他真的害怕 他要去學他應付 例如 可能有轉期間 小的時候 過了一、兩歲之後 通常怕什麼 怕黑 看完電影又說怕有壞人 有鬼 看完哈利波特又說有鬼 那些事情 這些在那個階段 是正常的 但是每一天 為何他們可以大而不需要害怕 就是我們每一次 每一晚都黑完之後 透露於黑怕的恐懼中 第二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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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 怕不怕 不怕 那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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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地 會被害怕 低小怕。 怕什麼呢? 通常被低調都是怕動物, 看到新聞, 校園小見, 害怕, 那些是害怕的 但公少開始害怕什麼呢? 知道害怕了, 死了,明天測驗, 交不到功課 人家什麼式體力跑幾個圈, 九分鐘不留下我, 留下兩分鐘就死了 開始害怕這些學校的怨言, 而且他們說我肥仔很害怕 都怕死, 因為死是知不知的 但現在這個學校成績的恐懼的焦慮, 是泰院遲了低少 甚至有些泰院遲了入致命, 死了, 寫字寫不了, 或者死了 低少已經七型老少做得不太好 我問在座青少年, 你最怕什麼? 怕什麼? 怕什麼? 怕成績? 怕老師? 怕媽媽? 怕什麼? 如果正常上你怕什麼呢? 怕蓬佩排斥, 怕無法轉留監獄子 怕別人的WhatsApp群不加你, 是不是? 媽媽說她, 多算了吧? 不是那麼害怕, 最害怕的是沒有朋友 如果在不同的階段, 你的恐懼而過不了 我們說outrope不到, 接著的焦慮就在這裏 有些就是小時候分離焦慮, 有些可能很怕考試 有些我們說是社交焦慮, 或者怕春天, 怕得厲害 就整個驚恐症爆發 即是說在不同的階段, 我們的情緒發展 原來和青少年, 也有些是焦慮的位置 如果她的焦慮位置不太弄得到自己 就會長期焦慮一些, 恐懼一些 而焦慮和恐懼, 也很多時候走在一起 就會有些情緒的反應, 就是不開心 即是我們在這個階段, 看到青少年不開心 情緒低落, 甚至上升 我們要看看, 她經歷了什麼呢? 她的情緒發展, 哪個位置有問題呢? 為什麼我們看過個案, 要看這麼久的小時候 我們要去找個源頭 好了, 青少年, 大家的壓力大不大? 我想也要在中山上學生 哪會覺得自己的壓力也比較大? 比較少, 沒什麼壓力? 沒什麼, 多厲害我們都 不怪是差我們在第七年 在青少年這個階段, 其實你要做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第一, 你要先獨立 我這裡說, 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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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要獨立, 你要跟媽媽感情分開 很正常 在座父母要接受, 她跟你感情分開 她跟你感情有些很純粹分開 有些跟你解僱完才分開 或者解僱了很多處才分開 那你就要接受 然後, 選朋友 你自己選 你小學的, 坐在旁邊的朋友 媽媽和她的姨姨朋友 就是你和她的子女朋友 媽媽去參加足球班 你和她的朋友 長大後, 你要自己選 OK? 接著要建立個人形象 你告訴我, 你今天搞多久才能出門? 你的頭要梳多久? 我的意思是, 穿什麼衣服 我喜歡什麼Sky 也好 搞多久? 哪個十五分鐘都能出門 我意思是, 穿梳頭的衣服 是不是? 都可以 我都很好 可能你們有自己的形象 覺得, 我要怎樣 有些搞來搞去, 搞很多轉 也有些在選擇 我喜歡 攪點頭看怎樣 下轉又試試 弄紋身的白水眼看怎樣 經濟個人形象 跟媽媽相處了規則 幾點出門, 回家 用多久上網 然後用多少零用錢 因為自己行為負責 老師追功課是追你 不是追你媽媽 小學追你媽媽 還不退, 沒交功課 中學是追你 然後我要求權利 我要用多少電話 用多少零錢 用什麼機 然後我又想點點點 買什麼鞋子 都是我的權利 其實在這個青少年階段 第二個階段 是最多冒險的 你很想試新人 因為我試了才知道哪些適合我 我不試怎知道哪些適合我 我不試過發言 怎知道適合我 我只要發言過個個讚美 然後OK 那就試一下這個 你要試過才知道 我們叫做Experimentation 你試過那個組織適不適合你 我參加上次 我參加這個OK 我不是太明白了 我剛才說的Experiment 你要試過不同的東西 你去選擇 有些試到是否火火 不知道 揚藥試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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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是冒險 那麽可能 還有這個間店 你開展有個性取向 我喜歡什麽類型的女生 我喜歡男生的女生 喜歡同性認性等等 有時拍拖 還有親民的關係 你想想你這個間店 做了多少事情 然後將來選擇讀什麽書 將來有什麽職業取向 都是這個間店 即是說這個間店 你做了人生大部份的取向 或者重要的抉擇 這個發展裏面 其實說多或少 有些人相信你的 有些人不相信你 如果他要獨立自主 很多時候他都要和家長 否定家長 說你的東西很聰明 我見很聰明 你說話很聰明 我可以落錯過你 雖然有些是歪理 我可以落錯過你 你什麼什麼 我只會搜尋得比你 你知道我的東西 我會找你 很多事情 你要發覺 很多時候真的覺得 父母都是不愛而遲 所以我才是我父母 我會讀 所以父母其實要接受 這些事情 由於這個蓬佩大學天 你大部份的秘密的東西 都是跟你的朋友說 會不會真的跟父母說 有些都是額頭的 通常我和父母都很慘 看到你這樣 他會覺得 糟糕了 我兒子的女兒變成這樣 我告訴他 他不跟你說不要緊 他重要的事情跟你說 就可以了 如果你跟他關係好 你重要的事情跟你說 例如 可能選什麼方法跟你說 或者一些重要的事情跟你說 不開心的重要的事情跟你說 最重要的事情跟你說 最重要的是出事位跟你說 對吧 如果你是做家長 你覺得他不如搞大肚 他想不想跟你說 還是你和平時罵他 罵到這些事情 他都不敢跟你說 所以那個自然發展 就是你有什麼事情 跟你的朋友仔說 或者跟一些 爸爸媽媽以外信任的大力量 例如 老師、班主任、社工等等 不是說爸爸媽媽不重要 而爸爸媽媽多了一點 是最後的安全狀況 而且 你回到家後 最後還是覺得安全 要是這樣 而且爸爸媽媽很多時候 因為他對有要求 你才對媽媽的要求 所以有時候你會說 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你都想在他面前 好一點 我們有很多情緒 我們一些正常的負面情緒 每個人都經歷過 就是焦慮、腰骨、猛疹等 很多人都有 我們現在如何處理呢 我經常跟家長說 這個情緒分裂 情緒分裂是怎樣 第一就是 如果我們有些事幹發生 通常我們會有些情緒發炎 如果大件事就是紅色的情緒反應 不是大件事就是黑色的情緒反應 當然如果那個青少年也知道 你不要小事就大反應 大事就不會反應 我們有情緒就有些反應 這個情緒反應的時候 其實就是很緊張 或者很不開心 有反應 如果你有這些情緒反應 你想你的爸爸媽媽 我們在說什麼 因為我們在說情緒發展 不太苦 有什麼反應 例如你小時候 你小時候的爸爸媽媽 跟媽媽說 小朋友欺負我 拿了我的食物 拿了我的零食 然後哭了 你想你爸爸媽媽有什麼反應 有人舉手回答嗎 你想你爸爸媽媽有什麼反應 或者你想想媽媽有什麼反應 或者你想想媽媽有什麼反應 是不是真的 你不是要大約回去第二天 你想媽媽打電話去投訴 去拿你食物的零食的小朋友的媽媽那裡投訴一下 是嗎 有沒有其他青少年都是在說的 你媽媽真的那麼做 試過嗎? 試過嗎? 我記得嗎? 大家覺得這樣做好嗎? 沒有 有人領頭 第一就是 你媽媽怎麼跟你說 除了打電話去罵罵別人 媽媽投訴之外 你媽媽怎麼會跟你說 不用哭 讓我幫你出手 讓我來 怎麼說 什麼? 你不知教你解決問題 你多點東西吃便可以 你多點睡覺 別人掌握了一點 做別的解決方法 找女生說 什麼 什麼 有什麼意見? 如果你在哭的時候 你想聽話怎麼跟你說 第一件事先認同她的感覺 首先 認同一個小孩的感覺 先跟小孩的感覺 先跟小孩的感覺 我想不需要馬上否定 或者給什麼建議 不需要馬上什麼 不給建議 不需要馬上跟她說 你怎麼做 看小孩的感覺 是嗎? 如果你是個小朋友 或是家長 你怎麼跟她說 你今天不開心 想先了解這件事 我想先聽小孩說 不是跟小孩出頭 跟其他父母說 如果小孩 你下個爸媽和我出頭 會出頭幾次 我當是家長 先聽小孩說 我才不會發出頭轉 另外一位呢? 可能她覺得 那個小孩這樣做 她自己覺得 對不對 對 覺得她對不對 然後再跟她分析 為什麼她會這樣做呢? 是否因為 她想 她那麼欺負你 或者是成這樣 對不對 如果她覺得 不對 那你會不會這樣對 別的同學呢? 或者是 別的小孩呢? 就是 把問題問回 她覺得 那個小孩的行為是怎樣 然後再跟她談 譬如她不對 那你可以跟她說 分析 你不可以搶人 但你要我給你 就是 跟小孩分析的問題 我跟她分析自己 去看她 教導她 什麼是對 什麼是不對 還有其他意見嗎? 是 首先安心了個小孩 她一刻都很有工 才回來 可能她哭 可能她情勢不安心 可能她都不安心 她都拿了東西吃 沒有東西吃 那你怎麼安撫呢? 安撫一下她 她哭著媽媽 搶手一些零食 那我吃啊 誰啊 那她看看她可以 自己做到保護自己 如果保護自己 她幫我出頭 幫我出頭 我變得更加對抗 她去做 或者是新人的出生 上一個情景 大家都不想見到 她以後就說 回到她的同學 正在哭著她 我爸爸比你爸爸大 你爸爸 怎麼搞的 那就是 要幫她想一下 她有什麼可以做到 去防止這件事的發生 大家都給了很多意見 如果小孩有情緒 其實第一件事 尤其是不開心的情緒 就是要安撫她 安撫她 其實就是我們給她的情緒 她的情緒 我知道很多家長 說了很多醫生 都說 你跟她聊天 開心嗎 不開心 開心容易聊 最重要的是 不開心的時候 你等下手頭的東西 就跟她聊 她要找你不開心 尤其是她找你不開心的時候 就要跟她聊 然後跟她聊 第一件事 就是做情緒支援 我們所謂的安撫她 情緒支援 情緒支援是怎樣 就是好像 你拍拖 你跟另一個婆娘 她回來說 今天給老闆罵 那你怎樣給情緒支援 她呢 我們選擇 老公選老婆 除了一個套餐之外 你是要選擇 給你情緒支援 你 你跟她說的 就是你覺得她想聽 她給你情緒支援 給你情緒支援 給你情緒支援 就是會跟你說 老公為你這麼辛苦 不如我們 我先劈你一口 你老闆又這麼壞 又罵你又這樣 這些我們叫情緒支援 就是你acknowledge 讓她知道 你知道不到她 她這麼慘 這樣 第二件事 就是 現在我們家長未必這樣做 有很多時候 譬如你都說 你老闆 就是你嗅嗅嗅嗅 因為你老闆 經常找些照片 或者你叫個小朋友 說 哭了嗎 哭了嗎 做功課 又哭 又哭了 別的小孩哭了 就是哭包 你沒有給情緒支援之餘 還是你不給她 有個情緒的發展 OK 好了 第一 我們給情緒支援 因為這是關係中最重要的東西 要給情緒支援 你選擇最好的人和親密關係 其實你是想和他溝通 給情緒支援 你給了情緒支援 你說什麼 你很慘 如果被人搶了來吃就可以了 這個我們沒有教他這些戒絕問題 也沒有說這件事騙地貓 或者是他欺負人才 讓別人考虎 他搶來才讓別人抄回去 我們沒有說對於錯 我們只是做個情緒支援 做完情緒支援之後 他可能會反脾氣 然後呢 他說什麼 然後呢 跳呀 扔東西呀 好猛呀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我跟我說這裏 這裏 這裏在發洩的時候 是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任由他 或者走來搶一下你 嗯 很生氣 或者搶一下你 你給他嗎 不要緊 孩子小小的搶了 你給他嗎 有沒有人說要給的 抱著他 OK 即不給 有沒有家中說要給的 然後他給你 沒有 好 如果他肯定賣場 你給不給 你把電話 把電話 把電話 把iPhone給你 那什麼才給呢 哭 哭 給不給 爆買方 沒有方 自己 哭 給不給 OK 那你想想 我們什麼是給不給 我們家裡 都會有些手側 這個家園 你要給它舒緩情常 因為我們有些負面情常 我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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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自己舒緩情常 是吧 但有些事情我是不足夠的 我不會去罵我老公 罵我飛騎 或者走來打他 我可能自己 找朋友聊聊天 或者我喝杯禮茶 或者我喝杯禮涼 我用他的方法 去舒緩自己 去帶人 其實是十分重要的 有時候他用這方法去搞定 有時候他不可以 找你幫他搞定 如果他要舒緩自己 其實我從小到大 有多少個黃金手術 就是不可以傷害自己 傷害他人 傷害物件 我們都會問 其他事情 他都可以做來舒緩自己 或者不太需要 特別他要喊尖叫 麻煩你關上窗 如果他要喊尖叫 我喊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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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尖叫 喊尖叫 因為你不能喊尖叫 喊尖叫 骨折 或者 我要拋東西 那你不如 拿個球卡 他就打 有些人舒緩 是要很舒暢的 有些人舒緩 是要發授裡的 那種 或者壓抑 有些人舒緩 他有不同的舒緩方式 其實媽媽在教他 媽媽在教他 媽媽在教他 就說 不要緊 先去深呼吸 先去洗臉 先去喝水 先去洗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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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說給我聽 說出來舒服一點 這些就是不同的方法 去舒緩自己 其實 這個我告訴你 小學家 一定有全家的教育 你不小心 他也掌握了 那些方法 我們以前 有時候媽媽 那個年代 生活不關 艱苦一點 媽媽沒有空 那媽媽沒有幫我做情緒支援 但是我自己做情緒舒緩 我就自己哭了 但現在的小孩 有什麼不同呢 有時候媽媽因為太棒了 那時候 哭什麼哭快做工課 媽媽沒有什麼情緒支援 不讓他自己做情緒支援 然後呢 好了 情緒支援之後 舒服了 那你不會說 舒緩自己 然後到情緒定下來的時候 你自己情緒定下來 就教他解決問題 譬如 人家拿你來吃 那你怎樣 分析一下 怎樣 那你再了解一下 然後去看 原來是你頑先的 你搶了人才 人家今天才搶回來 還是 隔壁那四肌子 有一天都搶了你 那怎麼辦 那他可能有些問題 就是你不出手 他翌日回去沒事的 翌日那個同學子 又不好意思 我來搶了你 就不如還給你 他沒事的 或者有些人 他真的要想一下 這個問題多大 那我怎樣處理呢 那他可能有不同方法 你和他談 就是你教他處理 到時候真的不行 你才出手去處理 那有些媽媽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位 青少年媽媽的方法 是她多數是她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打架他 你教你兒子怎麼唱 她就打架他投訴 老師 你怎麼唱也不知道嗎 這裏就剝越了那個小朋友 他自己解決問題的機會 以前我們媽媽都不理我們 但是我自己的解決問題 他沒有教我 但是我自己有機會去練 練練一下就可以了 知道有些位置又沒有過 知道有些要安靜一點 知道有些同學很兇 要這樣也這樣 又要聯同結黨 不知道做些什麼 就是我們用我們的方法去解決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想回 如果做家長 楊壽大 我給小朋友不開心自情緒支援 教他或是給他機會 他自己去舒緩自己的情緒 然後跟他解決問題 或者跟他談戀 解決問題 如果你這樣做也不行 那他又不聽我說 或者你再大一點 就是臉口黏我了 清少年或者跟我講話 那不可以叫他跟後果學習 我們給他情緒訓練就是後果學習 就是他做的事情不行 他知道不行 然後回來再處理 那這個Problem Solving 裏面有些要後果學習 那如現在呢 我不敢這樣說 我想少些機會 他們還要後果學習 例如他下雨 媽媽說大把傘 回學下雨 不打 隨便 不大把傘 即是下大雨 下大雨 不用怕的 臉親 很多人都會的 不難被雨 臉親 那媽媽 應不應該學她的高仁姐姐 拿去學校的大傘給她 有沒有家長會這樣做的 沒有啊 那就等於自己後果學習 她去讀 濕花明就讀 如果她說我不介意 我讀一下就無所謂 那下節度會很大 因為她害怕 下節度會很大 這個我們叫做跟後果學習 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保護的那個傾盤給入局 經常就截了後果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她做了些壞事 當她都撿了手臂 抹了痕跡 我們最後很多個案就是這樣 Anyway 我們都會被清智人 跟後果學習 如果你提了 加了一些 提了一轉 她不聽 兩轉不聽 就算了 自己跟後果學習 另外 其實你跟他們談的事情 當時你多多教她 好像剛才這位聽眾 觀眾 問題有多大 有些分析 小的事情 這些算了 無所謂 或者這件事都帶問題 要找人幫 要告訴我 有時你跟她分析 因為小朋友有時 不懂分析 小事當大事 大事當無盜 這個有些論壯 我們就教她如何執行 解決問題 如果你在這個階段裏做得好 其實父母會做得好的管教 做得好的情緒支援 我們在說一些高危情緒行為的小朋友 或者高危自身的小朋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保護一致 如果那些負面情緒可以支援 家長說 鼓勵他們 跟他們談談 改變思想 支援他們 改變情緒 跟他們解決問題 OK 小朋友有負面情緒可以接受到 我會說一些緊張 我會怎樣處理 因為下次要有些緊張 我會怎樣處理 包括處理情緒 包括處理考試 這個 我要準備多少的問題 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說 情緒又不支援 又不讓她發洩問題 又不教她要改 那到青少年她又不癡理 又要問你意見 這樣呢 其實我們現在 多數都是計手去保安 那些負面情緒要禁止她 我不可以不開心 我不可以緊張 我會說 那些負面